溜溜达达看世界,不慌不忙走天涯,我是溜达君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卢森堡 人均GDP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这个数值越高,那么就代表当地人有着越高的生活水平 2017年,我国的人均GDP在8800美元左右,在全球处于中等靠上水平 我们来对比一下卢森堡 2017年,卢森堡的人均GDP为111062美元,约人民币71万元 这个水平是我国的12倍左右,数值差距还是蛮大的 卢森堡是欧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 但是它的邻居,德国,法国和比利时想必你一定听说过 卢森堡便是处于这几个邻居包围之中的一个内陆小国 它国土面积不足2600平方公里,还不到上海面积的一半 居住着约57万人,是名副其实的秀珍王国 虽然是一个秀珍小国,但卢森堡有一点最为人称道 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 在世界各国人均收入的榜单上,卢森堡常年稳居第一宝座 最能说明当地人的富裕水平的,便是那停留在大街小巷的豪车了 据说在当地百米之内必见豪车 而且都是法拉利、劳斯莱斯、兰波基尼这样的超级豪车 全球限量款的超跑,也能经常在街头看见 像我们日常推崇的宝马、奔驰 在卢森堡人眼里只能算是中等的豪车 作为一个秀珍小国,往往会有自然条件先天不足的问题 卢森堡的自然资源是比较匮乏的 农业欠发达,粮食不能自己 但是,好在有一种支柱型资源,铁矿 是其工业的重要支撑 上个世纪初,卢森堡钢铁产业迅速发展 助力该国步入世界发达工业国行列 除钢铁工业外,金融业和卫星通讯业是该国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 这个秀珍小国拥有全球最为发达的金融业 它是世界第二欧洲最大基金管理中心 它还是世界第二大卫星运营商 是欧洲最大全货运航空公司 看到这里,是不是非常敬意于这个小国身上的巨大能量呢? 在卢森堡生活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当地人生活水平很高,工作薪酬高,失约率低 而且,卢森堡还是全球社会治安状况最好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人们过着闲适安逸的生活 人均寿命高达80岁 对于人均收入最高的卢森堡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